歡迎光臨 客氣大家 我是盈婷 這個星期帶你出去玩好不好 大家都很想出去玩 尤其現在放暑假了 很多地方還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以及跟不同人出去玩 也有不同的開心跟愉悅 創造全新不一樣的回憶 那這個星期的玩法 我們也會搭配不同的車款 來做選擇 首先第一階段我們先來聊聊 因為最近大家都很流行電動化的車款 如果要買純電車跑很遠 你可能會擔心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也有一個產物 叫做插電式的油電車 它跟我們傳統認識的油電車不一樣喔 因為傳統油電車就是 你就是只要負責加油 那它就會自己判斷現在是油啊 電啊怎麼去搭配 讓你油耗數字做到最好 所以你有時候輕輕喊你的油門的時候 它還存電在開 但是縱角一點大概一兩公里內 你的引擎就會介入 那過去會覺得說好像我還是油車 只是前面用電來好好的撫慰我 沒辦法全電這種車的心靈 但是現在的插電式油電車完全不一樣囉 時代在走 整個科技也在進化 所以今天我們來聊聊 有一些不同的品牌的插電式油電車 包括之前我們試到的這個MG 基本上它也有插電式油電車的車款 而這樣的車款呢 我們也訪問過車主啊 包括這個陳成薇 我們職棒的明星喔 那基本上這樣的車款呢 你要去山區露營 一路上幾乎你可以用存電 但當它沒電你也別理它 因為車子自己呢還有油可以開 但是你也可以強制回充 所以你在用油的同時 它在幫你積極的充電 那至於充電的效率其實每個品牌不但一樣 真的需要花一點時間或 花個兩三天你好好去體驗一下 你才發現哇 原來不同車款充電的效率也差這麼多 但是基本上百變不離其中 是最後如果你可以用充電裝來充電的話 那你就車子擺在那裡 一段時間你就可以相對應的拿回了許多的電 那當然也有充電效率的問題 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好好來分享 那你除了MG之外呢 其實Volvo也在這方面的產品的穩定性也很夠 而且基本上也推出許久 包括我們之前幫大家報導的 XC90的T8 Recharge 它也是一個PHV 那我對於Volvo的印象倒不是在於 它的充電啊放電的方便 跟這個行車的這個純電的感受 我覺得進到Volvo裡面 你可能會更容易忽略你到底在用油用電 因為它車子的特質就是裡面有滿滿的 來自瑞典的質感 所以在車子裡面你反而會覺得 一家人呢是很輕鬆的 而且甚至那個皮椅啊你去感受 你都會覺得在裡面是真的在休息 就算你是開車的人 你都覺得很輕鬆 很有被服務到滿足到 那這樣的選項呢 如果你是要去秘境旅遊的話呢 我覺得就很適合帶家人一起出遊 那同時呢 今天我們就找個機會 幫大家也來進一步實測囉 如果像這種插電式油電車 而我是節能的這個最主要的目的是 盡可能不要用到油不要用到電 你看你開車出門不想用油也不想用電 那能不能做到呢 所以呢我們就來點兵點將 找了這台車 它是Lexus的RX450H Plus 為什麼選這台呢 因為這台車 等車要等很久 所以既然有人手上有這台車 我們就好好來試試看 我們就試試看 如果我們開車出去電用多久 如果我們是讓車子自己回充 它充得快不快 如果我們是用家用插座來充電 那充電的效能好不好 如果你用這台車 你會不會有歷山焦慮 我就帶大家出門直接實測囉 輕鬆的旅程出門 我真的沒有任何的計畫 但因為剛剛既然你們大家這樣揪我 我們就怕就怕 剛剛我呢拿到車的時候電量是滿格的 天啊那我今天如果要把它用完 咱們要不要 用不完啊 咱們要不要就開到明天 開去屏東 那等一下你要跟我換手喔 好啊 可是我覺得開到山上應該會用到不少 是真的 你要我上山是不是 我就來跑陽明山 而且陽明山踩花去 我真的覺得這種輕輕滑行的感覺 你看現在車多停停走走了 也很OK啊 還不錯耶 有耗到你的電嗎現在 有啊 我目前電掉了一格 我現在要按純電話 它還有52公里 很夠 但如果我是Hybrid的模式的話 670公里 所以基本上在市區啊 這個地方呢 有Auto EV或HV 就是說 如果你有時候充電的疑慮 或是你有里程上的焦慮 那我覺得Plug-in Hybrid 真的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你要純吃電 它純吃電 要它吃油泥 重腳一點 它油就介入 引擎介入 根本沒有多的聲音耶 很隱約的感覺到 引擎介入了喔這樣 覺得很Smooth 市區時速大概40-50公里 我一鬆開 開我的油門 它就在回充囉 我現在還是給它Auto模式 但是快到山上的話 我要給它存EV 把電耗光 耗光它 江湖在走 人人都要懂 有界有還 在界不難 那什麼意思 我等一下幫大家解答 欸 要爬山囉 我現在把存EV在開了 喔 我現在在上坡開存電 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我覺得一樣啊 記不記得我之前在試RX450H Plus 我在市區要用存電在開 我那時候心裡感覺就覺得 這一台車它就是一台RX電動車 車子裡面已經夠安靜了 然後你用存電 簡直就幾乎快沒聲音了 我覺得很輕鬆的就是電動車一個特質 它的馬力數呢309匹 可是它裡面足足有124匹 用馬達運算厚的 就是你存電也可以讓你有這麼好的 而且很即時的 那你說為什麼存吃電的扭力來那麼即時呢 這真的就是一個特質 傳統的燃油車啊 它就是上去的時候 它扭力要用不一樣的調教來釋放 但是電動車呢 那一刻即時 雖然你看帳面數字 可能扭力它多一點點而已 因為電動車很容易達到高扭力 對 我覺得你上山這樣開很輕鬆 而且它真的是很安靜 就只有輪胎的聲音傳過來而已 對 隨著我們製作人講話的 TEMPO越來越慢 代表是它也想要睡覺了 真的很舒適啊 你看那種車多啊 其實側面剛剛有很多 我都把你弄來弄去的 盲點就一直在提醒我 到底這個Plugin Hybrid 如果這麼毫無計畫的出門 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不是 因為你電用完的話 你還是油可以補上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這件事啊 我當然是不擔心 但是因為我的右腳才能很開心 因為RS450H Plus真的很好開耶 我目前的電剩下30 10 本人在下就是一個 愛地球 愛環保的人 我們就是隨時出去玩都盡量要節能 對 那我現在就是中腳再給它下去 因為我現在吃喝店啊 我的碳排已經極小化了 但如果你還是會覺得說 李承如果都歸零不喜歡啊 喜歡它回衝更積極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長按 你就可以強制衝 我們目前當然還不出動這一招 因為剛剛姐有在講 江湖人稱 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有誤出來嗎 回去的時候我們等一下下山對不對 就可以回衝了對不對 不愧是製作人耶 怎麼那麼聰明啊 我們上山呢 它就給我拿走多少點 那叫做借它 我們下山高度是不是一樣 它就給我還多少回來 對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在看它掉得挺快的 因為我一直在上波 你已經25了 24 24 我們看看到目的地剩多少 現在剩12、13的純墊了 光開上來就已經剩12公里了 那個導航說目的地還有750公尺 今天山上什麼花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這個季節還玉莓了 可能有繡球花 就是很漂亮耶 拜託 到了 停下車囉 剛剛有點塞車齁 你們是不是也替我擔心 不同車嘛 對啊 你知道我現在電剩多少嗎 一上波我就給它充電了 結果 一定要來吃乾媽淨對不對 結果 我還剩11 不錯耶 還不錯對不對 比小山都好耶 對 本來就不應該怎麼想說里程剩多少剩多少 我今天是用感情幫觀眾朋友先體驗一下 我來這裡的目的啊 是來看漂亮的花 好 好 好 耶 慢载而归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是叫什么 成带蓝石鹅 它知道我们环保爱地球 你若是环保节能 蝴蝶也知道啦 怎么那么厉害 今天在我们这里 太好了 来这地方 在阳明山 我们应该是要吃点什么 好吃的吧 吃什么 餓了吗 等一下 你去检讨一下 你看看你胖成什么样子 你没在运动呢 昨天宵夜几点吃了 你也168坐一坐好不好 那现在要去哪 很饿呢 要没有压力的旅行 不然我带你们去喝咖啡吃简餐 拉长你的第一餐好不好 好 我们先去三支好不好 其实我不知道那里店有没有开 走 我们刚刚呢上到了阳明山彩花 然后你们这几个人呢 在那里帮我摆花那种漂漂亮亮 从头到尾冷气都吹着 虽然我车没发动 就用它的电 冷气这样给它吹 结果一个电用到整四公里 我等一下一路就滑行 我来看看它可以还多少电给我 刚刚有多少高度跟我借多少钱 现在就还我多少钱 对 至少七七八八不能差太多 好 我们来拍漂亮的画面 再把它电用光 我们还是要一边的记录给大家看嘛 我们还是要一边的记录给大家看嘛 我今天很轻松 但现在真的就是在下坡了 我很明显的就是我的右脚一松开 它这里就一个出现Charge 也就是我正在拿电了 拿回来了 然后现在都在下坡 那我完全也是挺大的 它现在等于是自动状态下 变成Hybrid 因为我已经把电用完了 其实啊 严格说我现在的电啊 有两格耶 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 存电的里程是多少 因为它觉得现在的电可能设的不多 所以它的电是留着做Hybrid使用 那怎么看起来它现在电好像 还是没有很多的感觉 有 再回充了 它从两格变三格了 它有在充 只是说充了多少 但我们现在才几分钟而已 你那么猴急干嘛 我只要等待什么都回来 再几分钟而已 你就要立刻摆三次摆回来 那我来考考你了 今天我一开始就分享 Lexus Electrify 基本上就是电动化过程的一些产品 所以其实从2005年 Lexus Hybrid出来 其实就已经受到市场上很大的好评 下坡车子的动能不但回充 而且我根本就不需要用它的能量 所以基本上我现在那个Hybrid可以跑的数字 也都没有动耶 虽然我有在增加很多的里程 但是它还是维持在664公里 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可以长按 按一下呢就让它是强制充了 它充的效能就会更好 油门多一点 感觉比较会有一点点引擎在作动的感觉 但是出神经傻大姐可能甚至 甚至一点点的感觉有没有 就交给车子 它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在帮助你 除非你现在真的很想要纯电 就切纯电 不然从头到尾都自动的话 那车子基本上 它就是用它最方便的方式 所以根本就是它现在是Hybrid 你也不会觉得它很明显 跟刚刚的电动车不一样 一点点些微的差异 不太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但是开的时候阻力 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我根本连刹车 也可以更轻松了 但我坐在旁边 我没有特别感觉到它的阻力 让我觉得不舒服啊 点头啊其实不会 我现在如果真的右脚油门松开的话 它就真的放慢 所以还是要有点寒着 但是很开心的是它 永远都显示在Eco跟Charge的那个地方 让人家觉得我真的是一个 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很环保节能 马上就6公里了 我回6公里了 对啊 感谢哦 21公里 我刚下来想说你真的猜对20耶 就像21耶 又往上涨了耶 所以高度又换回来 真的借多少还多少 不错哦 对啊 那时候20公里上去 然后现在回来又20公里还给你 对 现在变成直线了 我现在还是Hybrid模式 但是它已经来到22公里 就是如果你纯EV 可以到22公里了 这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观众朋友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很困扰啊什么不懂啊 然后我买这个车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告诉你说车太聪明了 你要用什么样剪的方式 用什么样剪的方式 然后你不要有任何的困扰 如果你是电动车 你就知道我现在还要充多少电嘛 那你觉得稍微要做一点点功课 但今天呢是这个插电式油电的话呢 你其实就拥有一台电动车 我刚上上是全吃电哦 对 然后一直到中间那一段 因为我们要补拍画面 不然我还剩下20耶 所以我们就往上面去 然后就拍那很漂亮的桥 给大家看画面 把它用到没 那一段啊 它的引擎介入的同时 它也还在回充 下山 我用积极介入的嘛 Charge mode 它现在还还给我一些到23公里 而且啊 如果你Hybrid要继续开的话 656公里啊 接往前冲一下 我让引擎介入 你看重脚一松开 它就给我在充电 我就连在重脚的时候 都是环保路线 你看我们现在啊 停在路边 冷气照吹哦 我给我GoPro吹冷气哦 然后呢 我的车子呢 给它强制的Charge mode下去 然后我刚看了 快点啊 你的厕所要上多久 怎么了 你上了六分钟的厕所 上厕所要计时哦 问题就是上厕所的六分钟啊 我刚刚看啊 我们不是下来是21公里吗 我现在已经到27公里 怠速啊 停在路边它还能够充电 我还没找那个充电站耶 拜托 我不是故意给你计时的 那个 刚刚也没跟我讲上个厕所 对不对 我看你还去看那个海岸线 想说算久一点 它就在充一下 强制冲在怠速的时候 它也在强制冲耶 它还到27耶 然后你刚刚一开了28 尤其是市区之后呢 你车多你稍微油门松开 关系它电一直回来 你想要用电 用不完 你想要用油 没用几滴 而且啊 我跟你讲啊 今天出来我真的心情超愉快的 我随机挑挑到它 就是我真的太试货了 因为450H Plus 因为PHEV 真的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 我们这回还试到顶规的 我之前试车 好像是另外一个规格 对哦 你不讲对哦 好之前没试到这个啊 今天讲的你看皮椅白的 里面那要白的大天窗 然后电子后照镜耶 基皮喔 这里也是耶 有几皮 然后跟皮纸 Mark Lambson 所以呢再配上我们的绣球花 真的太美好了啦 如果用Hybrid的方式开的话 我现在还剩下645公里 那真的有可能 我们这样子一天下来 如果强制冲 你回到家 可能店都还回到原本的 但是当然没那么简单 要轻松然后要节能 我们现在这Hybrid 已经很节能了喔 我再给你纯EV来吧 它的衔接完全不会让你有压力 或者是感觉好像马上它变了一个个性 这是我觉得Lexus这几年调整一个 调教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 就连我们上次开RZ电动车 你也不会觉得 你要适应到很离谱 因为有一些品牌的电动车机 我是另外一个世界 让我们有多一个选择 你不要说我就是没有油 就是电 就是油就是电 对 你可以有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你可以去选择你什么时候想要用电 什么时候想要用油 我觉得开PHEV 真的 你要去屏东我都不用担心 往南台湾走 去台南 去看看古都多美 那你如果是平常上班的话 通勤代步的话 我在公司的家里开不到14公里来回 我就是一直没有在花任何的成本 在交通移动上 因为电是这个车子给我了 因为它的容量到达了 是18.1千瓦小时 所以容量算大 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 可以到81公里 官方数据 但是因为我们买车都看油耗 如果通通综合表现来看的话 每公升可以跑74.6公里 一公升74.6耶 只要是纯电的状态上山 很稳定很速 也不用重踩 你就很轻松的上去了 那就是因为电动车的特性 永远不会有那种老车在后面 气喘吁吁的那种感觉 老板你还有多远啊 剩80公尺 好好好 精准的给你暴露喔 现在你的EVMODE 如果存电你还27公里可以看 对 你刚刚上个厕所帮你计时 是为了看它充电的效率 我喝咖啡休息充电 它也在充电 就在我们谭笑风声中 EVMODE 26了 开得越久赚得越多 对 不是这样吗 喝咖啡我要去充电 那我的车也要充电 那我如果随便停的地方 那没有充电桩怎么办 对 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说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充电桩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宝贝们 Lexus Electrified 里面包括它电动车 包括PHEV 它就会送你一条这个线 12安培的功率的充电线 那这线干嘛呢 你就想像我如果拿手机 手机没电 你去星巴克喝咖啡 你会干嘛 直接就线拿出来就插上去 就可以充电了 不是吗 车也是吗 当然啦 你就把它想像是小朋友玩的 那个电动车 玩一玩没电了 老板借我充一下电 我还可以这样 这样用电就可以了 所以我刚刚从里面这样拉出来 我就做给大家看好不好 老板有人偷电了 我刚刚有跟老板讲 我本来说要付费给老板说 不要紧了没多少 对 老板这个大气 大家如果来这是哪里 二世力 对可以来 可以来这里跟老板碰撞一下 那它也很简单 好充电的方式 直接把它插进去 看一声了对不对 它现在亮绿灯了 它在回充了 萤幕上显示 八个多小时可以充满 它封的这个线 基本上我们充电的规格 就是J1772 跟我们以前常常在讲 那个电动车去快充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你说 那如果有时候 我想要找到充电桩 我可不可以充 可以喔 你找不是快充的就可以了 那照它原厂的数据来讲 如果你是6.6千瓦 这样的功率的话 其实你插上去啊 大概2.5个小时 它就可以把这里面的电池给充薄 问题就是我们也不要挑 我们生活不要那么复杂 对不对 车库里面有一个家用的插座 那你就开回家插在那 第二天起来 它就是一围活龙 而且交通部的统计告诉我们 国人一天在平均行驶的里程 是41公里 如果以我们通勤族上班族的话 大概一天14 15公里 也就是它能够提供给你 纯电行驶的里程 绰绰有余嘛 因为车道宝 可以让你行驶的里程 有81公里 所以Double喔 不用怕 两天不冲也可以喔 但是有时候中脚还是要省一点 所以我建议就是每天就放着冲啊 但是你不要管说要冲多久 反正你睡觉起来 又是有电回来 先几件事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 小孩要让人办 不可能的事情啦 因为它车子就自己会锁起来 你看 拔不起来 除非你里面直接锁了 你就才可以拿出来 好它就卡一身 你就知道可以拿起来了 第二件事情啊 那个8个小时人家说 哇你要再待8个小时 拜托我不是电动车好不好 我喝个咖啡 我冲多少 它就冲多少 我喝多少咖啡 它就在冲多少电 这样就好啦 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电 好啦 那我换我去放松 我去喝咖啡 也让它冲一下电喔 我等一下看看充电效率囉 怎么样 一个小时不到10分 1小时10分钟 我们电呢就猛烧车炸也提升了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担心没电好不好 边吃东西然后可以边充电 我充电 我充多久就充多久 充久了我想睡觉 你不用早充电装耶 不用啊 家用电就好了好不好 就这么轻松又简单 所以你自己会比较喜欢 PHEV还是Hybrid 我觉得插电是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 存电的话我可能现阶段我还想说 我要找充电装 在我的旅程的时候 我必须规划一个充电装的部分 但这边不用 它只要想这个都不需要管它 你就直接是 照你正常的模式去开它就可以了 而且我刚不是说 Lexus在90多个国家 都有这种电动花车款 然后占比都是33%很多嘛 等于销售数字240万台 你知道吗 240万台何等的厉害 因为它创造出来的漂亮数字呢 可以达到碳排放量减少 1900万段 等于是30万台的燃油车的碳排放量 相当惊人的数字啦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境 都会用到车子 透过PHEV真的跟它相处好几天才发现 它可以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便利 所以等一下我会市区 我也要好好多跟它相处个体验 等一下不是我开吗 你开回去之后就还我 好 那我的好不好不好意思 欢迎回来 上一阶段呢我们带大家出去呢 这个杨明山采花很轻松切衣 可以吹吹海风一路这样走 其實沒有什麼里程焦慮喔 那這一階段我們來玩一點重險的好 如果你很喜歡玩泥巴的話 你很喜歡上山下海 你很喜歡那種比較重險一點點的路線的話 我基本上覺得很多的皮卡 很適合這樣的車主 當然台灣的皮卡的有護者也非常的多 我自己也加入了這個會員 有時候在社團裡面看到大家討論就 哇這個每次看你們的路線在哪裡我就照著走 我大概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喔 那像我們講到皮卡就會想要好幾個牌子 包括我們之前試的海力士 海力士基本上你甚至在到檔的時候 他都會有些輔助 甚至你的螢幕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車啊 你就是皮卡硬汗車 然後像汗馬那麼硬汗車 但是隨著時代跟科技的進步啊 硬汗有時候想睡覺可以把這車交給繞駁開 也不用擔心他出大亂次 原因是因為科技安全輔助都非常的到位 那更何況海力士其實基本上開起來駕馭的感受 其實就比你過去可能開休旅車 感覺大一點點後面稍微瞄一點點 然後坐著著坐點再高一點點 其實基本上落差沒有到太大 所以其實一般家庭是駕馭的了的 如果你家裡頭出了一個老公 他真的就是這麼縱嫌 那太太偶爾來幫他開車是絕對不用擔心的 當然也是試試看的 有些女生的個性會開車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你試過之後發現 跟想像中那種好像很難駕馭的感覺 有落差喔 覺得其實不是那麼難親近的 那講到海力士就要來聊聊最近最新的 台灣剛發表的 就在我們的六月底的時候發表的 這個福特的Ranger 那這回的Ranger呢 其實也算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態 當然他有一些因應時代的進化推進 然後科技的加持 所以呢有一些價格上的調整 但是照樣是賣得下下叫 好像才剛上市之前接單就550張訂單了 台灣這麼多人喜歡皮革 甚至他們有個浪久的社團 那那個是一般的車友 喜歡Ranger的人加入的社團 你在裡面可以看到大家真的 鍾情於把車子改到各式各樣 就是像經典致敬也好 或者是這個更硬漢一點 或者是有個性化的塗裝 迷彩的樣貌 你會覺得哇一台Ranger好多樣貌 甚至很好看在大自然屏著一幅風景 那同時呢這一次的這個改款之後的 新的Ranger呢 他也有入門還有一個高階的兩個選項 但這兩個選項基本上呢 全部都是Copilot 360可以給你 全部都是配備給滿 全部都是進到車室裡面啊 包括Sync 4啊這些全部 透過了不同規格讓你做選擇 當然價格就會有價差出來 但是記者會大家的眼睛全部會被吸到一個地方 就是當這個駕駛教練拿開車出來 狠狠的甩了一下噴了到處都是泥巴的同時 大家注意到Ranger老大哥 Raptor夜來到台灣 要知道喔 連美國都沒有Raptor的 美國就F150 更老的老大哥 但是Raptor呢 畢竟還是有升級一樣的存在 而且這回Raptor改款呢 甚至還告訴你 你要Off-road對不對 沒問題來就不 我有很多的模式可以選擇 但有一個更厲害 我有一個高速越野的模式你可以選 不知道開起來感覺怎麼樣 難怪這個教練感 那麼快速的在媒體面前穿梭 噴了那麼多泥巴 接下來我們就把車子搞髒 帶大家一起出去玩泥巴囉 大家好 招拉廷帶我來玩泥巴 欸 玩泥巴 你知道玩泥巴喔 欣賞巨人 淫婷很不專業 竟然用塑膠袋把自己綁起來 把自己當垃圾你知道嗎 我要玩節也是玩得起 我跟你講 我出去跟朋友Off-road啊 露營啊 要把學生弄髒可以 但問題是今天衣服是Sponsor 我不想配錢 哇 很漂亮耶 鞋子我不想 下次你也幫我弄一件好了 你要穿這個好 我下次給你穿啊 好啦 我們現在說 只要玩泥巴其實有東西更好玩 對 不是鞋子喔 是什麼好朋友 後面這三台車其實最適合玩泥巴了 沒看錯喔 你不用揉眼睛了 它就是Ford Ranger Brand New Ranger在我們面前 熟悉的Ranger之外 還多了一個Ranger的老大哥 Raptor喔 對 其實Raptor進台灣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很興奮 那這台車在預售價的時候啊 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的台數好像也不是很多 好 我先跟大家匯解一下 今天知道的資料 因為本來的預接單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Ranger 那從4月份大家耳朵很尖 都知道消息了 已經擠進展間 已經收了550張訂單 這樣大家還不滿意你知道嗎 早早就聽說 有一台Ranger Raptor 要進來 100台也沒了 美國也沒有耶 美國還沒有 台灣有了 已經在旁邊了 100台 今年只配額100台 你就會知道它中間的差價 差個20萬 差個50萬 差別都會讓你很難下手 對 其實我覺得以中間來講 這個顏色又特好看 White Track 它剛好給它橘 這是專屬它的顏色 然後如果有XLT入門的對不對 它就是有這個專屬的藍 那顏色我就別記了 反正就是專屬藍 所以它還各自有好多顏色可以選 但是當中間的這位老大哥出現的時候 你還要選嗎 好不然它只有一百台 對 有一句話我真的是記憶深刻 如果你不習慣這麼體面的Ranger 那就怎樣 送髒它 其實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福音 就是說其實我不太喜歡騎車 你不喜歡騎車 乾脆就 雖然說真的是車子該有的樣子 不要洗 沒有 但是你要看車 對 如果是一個皮卡的話 你覺得不洗車 我覺得是OK的 對 那是它的標準色 那是我裝俊藝術 對 但是如果你開其他車 可能就不是那麼適合 喔有道理 對 它是F150的 小老弟的一個設計 喔 而且它這次的增加了金額 跟上一代來比的話 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 你覺得可接受嗎 它改變了很多東西 一直到達是新科技 我們就從這個Wildcheck這一個 我覺得是它主力的車型 你看它的外觀 除了變很帥氣 對 你看兩個C喔 然後中間就這樣 還把它勾在一起喔 F150的樣子 對不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說 它裡面的這個智慧安全配備 全部都配滿了 不但是厲害的 標準的 上一代沒有車道至終 這一次也補上了 現傳排檔也補上了 也有 對 自動煞車 煞停跟自動停車 全部都有了 所以算起來的話 如果你只差8萬塊的話 這合了而不為光這個外觀 光配備喔 外觀這兩個都要加 對 而且不要只看 這只是我們眼睛看得到 其實它在底盤上 它的軸距 輪距上 都有做一些調整 它在越野性能上 會跟之前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引擎那方面 我覺得它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動力稍微小了一點點 小個5匹左右吧 那我覺得是沒有 兩噸多的車 對啊 5匹馬算什麼啊 跟原本比喔 你少吃兩個便當 就可以彌補這個5匹馬力了 人家牛力51公斤米 這一個倒是沒什麼改變 這差不多都是 它本來在槍下都流 對 今天重點 其實我覺得就是後面這一台 老大哥 Raptor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Ranger的車主 應該對它不陌生 很多車主已經把它的 現有的Ranger改成這個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好熟悉的臉 反而沒有像我們現在的 F150小老弟那種很新的那種look 但是你知道這一個興奮的東西 告訴大家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難過了 為什麼呢 跟這台比可以換這一個 你換這一個不是只有換外觀而已 它有V6引擎喔 V6的引擎 大動力給你 292匹喔 大動力給你之外 它還是汽油的 所以它的扭力跟這台 其實幾乎是一樣 51公斤米喔 但是50公斤米 這個是51公斤米 差不多啦 就是一模模一樣一樣的 但是馬力卻差一大肌 哇 所以其實這台車不只off road耶 你如果要去那個賽道跑啊 對 那你要去殺高速公路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Raptor要跟大家溝通的 其實就是剛剛一直在講的 這個巴哈的越野賽 澳洲的這個助理工程師跟我們分享 好像巴哈 其實巴哈的意思喔 它是要高速越野 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以前那位提醒 讓你們調教的時候 我敢越野 只能做到微越野 而且是慢速歸速越野 對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第一次聽到那個巴哈 是在我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是摩托車 50年前耶 大家都知道 那摩托車有一種頭燈 特別就把兩個霧燈 裝在頭上面 那一個叫做巴哈的一個特飾板 這個台灣曾經有出過這輛車 其實第一次就知道 它這個越野賽呢 比較特別的是它是高速 一般我們來說的話 越野可能會是off road的時候 攀岩 爬岩什麼的 會比較慢速 但是今天Raptor 它要表現的是 它有多一個就一個 所以它的重點在哪裡 可以買到這個外觀 最重要它連車身都有改變 對 我買來靠近看 V6 我剛剛也是第一次看到 塞滿滿的 塞滿滿 滿到 打開引擎蓋都看起來 好像有點空虛 但是V6就給你塞滿了 對 除了它的車身 車價會有做多處的一個補強之外 最重要它有這個FOX的避震器 1秒500次的偵測 也就是說它可以 你在公路上 off road上 甚至攀岩上 它每一秒可以調整500次 它的阻尼 它阻尼非常的靈敏 對 譬如說我急加速 我們大家都知道 後輪驅動會這樣往後 然後車尾會往下壓 對不對 這時候我後面的阻尼 如果突然在1秒500次 提升 它就不會 放膊潮中 對 它就不會屁股下沉 然後造成動力上的損失 原來是這個 對不對 但是我在高速越野的時候 我要很瞬間的這樣子 把我的懸吊調成比較鬆軟一點 讓它可以很快的垂下去 垂到凹洞裡 然後彈回來的時候 我會快速的把那個 那個 那個阻尼的鎖定 鎖定住 讓它的車身不會 穩定 變輪子在動 車子不動 我們現在得到的是新的 像F150致敬的樣貌 Also有全新的底盤 全新的設計 全新的動力 VUKA的竹泥 好吃喔 好吃喔 所以如果說我要選一台Ranger 來買的時候 我會說 好 我從XLT 這個入門版開始的時候 變速箱變時速喔 就歪斷 然後波輪變雙波輪喔 馬力又增加了大概20%也有喔 大概增加30K 而且顏色是那種橘色喔 跟你不一樣喔 對啊 而且全皮的座椅 還有這個Steam Ford的一個大儀錶吧 還有加上一堆外觀的配件 高級的配備20萬 你在外面也買不到 所以我覺得福特的皮卡 在美國它是它的這個銷售第一名 全世界也是最有名的這個SUV的製造車商 所以它對於皮卡這種市場的話 駕輕就熟 對於消費者呢 它一定非常的了解硬要什麼 對 就是你如果要商用自用兩用的話 我們入門的Ranger就可以 如果你需要運動一點的話 其實我們中間的這個Y-Track就可以 如果你有時候要殺很快直線 有時候你要上山下海 你希望有攀石攀岩 所有的模式在裡面的話 那就老大哥在這裡 以Ranger家族來說的話 它就是老大 Ranger家的老大哥 對 它就是總舵族了 歡迎Ranger三兄弟 這個消費者想要選什麼都選得到 唯一就是如果錢不夠的話 就找張乃婷借錢 它要鋪滿很多個 沒關係 你可以找我 然後我就用那個重力啦 對 我就收很高的利息這樣 千萬不要在我們頻道 對 沒有啦 找我借 然後車放我這好了 然後基本上呢 這個車子裡面好幾個模式可以選嘛 你要運動化一點 你要高速的時候就直接 講到這個模式的部分喔 我跟你講這個比這個多了三種 所以這一個有四種 這個有七種 那你知道它跟我們現有的Ranger車主 有什麼差別嗎 我們現有的只有什麼呢 2H 4H 4L 沒有啊 三個模式 那現在我們多了一個 全時的自動的這個選項 但是在Raptor上面呢 又多了攀岩 Sport跟這個Baha的一個模式 高速越野的模式 所以其實說起來的話 這個軟體基本上 你可以改外觀 你卻改不到這個裡面 那如果我覺得剛剛說到啦 如果你要一個很漂亮 小F150的感覺的話 XLT在改款之後喔 並沒有增加這個所謂的售價 讓人家覺得 其實蠻佛心的啦 對啊 通常 因為它加了Level 2啊 好多的配備全部都覺得了 這不是幾萬塊可以解決的 其實跟上一代的這個Ranger比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增加的金額 其實真的不高 我們就看這個Wild Track 而且你發現三個中間的 那個福特的logo都不太一樣 那個是藍的 那是黑的 對啊 然後這個是寫FORD 就是呼應它的臉 對 所以差別在哪裡呢 也就是在於輪圈的大小 對 大家可以注意喔 這個XLT它配的輪圈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們的Wild Track呢 它其實配了18吋 18吋其實有什麼概念 其實我覺得它在比較偏向於 On-Raw跟所謂的 正常使用跟休閒 更平衡 但是你知道Rabbit配的是17 那17是什麼呢 我覺得它就是針對 因為我們知道真正Offroad的話 我們希望的是什麼 印象中是15吋的輪圈喔 因為要大胎幣嘛 但是我覺得 你還是要符合到這個操控的話 17可能是一個原廠認為 很美妙的一個數字 設定比較平衡一點 好 剛剛看到Ranger玩泥巴有沒有很興奮 大家說如果你不習慣你的Ranger長那麼體面 那就弄髒它 不要客氣 因為這台車太乾淨了也不太習慣 髒的樣貌也很好看喔 那當然Raptor它的前臉的樣貌呢 以前因為只有Ranger沒有得選F150 沒有得選Raptor 所以很多人還花錢去改裝喔 現在原廠知道 原來消費者要的是這個 所以原廠就給你一個Raptor的老大哥 讓你來做選擇 但當然啦 因為已經我看量也差不多了 很快就賣完喔 因為一方面的配額也只有100台 但是它就是一個很搶手的選項 好啦 如果你說我們家也不需要那麼硬漢 而且甚至我平常是有載貨需求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剛剛講的海力士也好啊 Raptor也好啊 Ranger也好 全部皮卡都可以滿足你平常載貨需求 但如果你是真的家裡需要一個貨車 可是你又希望假日把它當休旅車 你又希望它跟皮卡一樣呢 有一些方便的調整的空間的話 有一台車你可能會忘記喔 但其實它倒倒要買也是賣得很好 它就是KIA的卡旺 沒聽錯喔 它是一台貨車 但它長的真的不貨車 我甚至看到路由把它變成了綠色 融合在大地裡面 覺得它根本就是一台很漂亮的行動露營車 看看大家怎麼喬手改造 那基本上卡旺這台車要去挑戰一些 比較特殊的地形 像我們之前開到烏來的秘境 裡面都是石頭路 它也很OK 這車可厲害了 為什麼我說它厲害 因為你在貨車學校裡面 很少找到有兩節的 所謂兩節就是你可以坐六個人 六人坐貨車 不是坐在後箱喔 後箱可以載很多人 但危險喔 它直接座位就可以坐六個人 那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只有第一排的 這樣的選項 後面的空間空出來 但它還有一個特殊點 就是它是首排 所以你在載貨的時候 也是很有難的 那我們如果拿去露營呢 也是很有難的 我們接下來大家看看 在山區裡面 石頭路裡面 它的表現怎麼樣 更野一點好不好 更野一點 一定要這樣滑就對了 我為什麼答應你這一個 想這個溝 它有滑耶 一點點滑 這沒有滑啊 還沒開始滑 這還不錯滑 前面有很多綠綠的小葉子 這是草地 晚上坡 好 這要抖下 沒事沒事 因為我要擋砂 對不起 我需要擋砂 好 慢慢來喔 我慢慢來喔 慢 慢 我為什麼要答應 這簡直就是off road 小心小心 我現在看護照鏡 好 你成功了 對南部門過了 偶像 這邊南是要倒車出去 偶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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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被露營耽誤的試車手 沒有沒有沒有 好厲害喔 YA 超級祕境的 我們就在溪水旁邊 好開心喔 開心 YA 有了 30分鐘 8分鐘 快點 去 8分鐘 10分鐘 再過去 5分鐘 7分鐘 5分鐘 4分鐘 4分鐘 直大參加付出苦力 騙我來開手牌車 你要幫我劈財 什麼 你開得很開心 劈財 我不一定會開心 不會 很好玩 很好玩 真的嗎 來我幫你幫你 因為達哥說的很療癒 所以我願意釋 所以我要怎麼弄 裝備先拿出來 裝備先拿出來 哇 這麼多喔 對 首先這是一個防火毯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跪 要跪 所以這樣子就 膝蓋也比較不會痛 我等一下不行嗎 對 會很難看而且比較危險 因為怕你 怕你蹲不穩 然後最後跌倒 你看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蹲很難看嗎 不行不行 但是達哥老婆說 你再跟他出去 我跟你的 我先示範一次 好 達哥真好 這樣子喔 好 你看 輕輕鬆鬆 對不對 對不對 買車沒有我講 劈 不會開手牌 劈 對 所以是兩隻腳開一點 對 這樣子喔 我的位置這樣可以 對 再大力一點 好 還要再大力一點好不好 手舉高一點 然後下去的時候要用點力氣 好 手舉過頭 對 兒子不乖 對 兒子不乖 我要跟電視機寫說 觀眾朋友說 因為我老公超乖 兒子超棒 所以我批不下去 我可以做證 歡迎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好 上一階段帶大家出去玩 不管是玩泥巴也好 或者是三五好友出去露營也好 有時候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所以我覺得露營的路由們 可以多揪一些會更好玩 接下來我們就來真的是浮誇的露營了 這真的是路由們在揪團 這大家集合在一起 這一場露營怕從早到晚 然後大家就是all you can eat 你想吃啥你就努力的吃 現場不是只是東西多而已 甚至還準備什麼 生蠔啊 明蝦啊 甚至還有龍蝦 那辦得滿滿的 然後還有演唱會啊 還有人在唱歌啊 這種比較不一樣的露營氣氛 帶大家來看看 這是Defender的車主們辦的露營聚會 今天來到桃園來參加 乳肉車友們的露營車聚 而我今天開的是Defender130 而且這一台車的顏色 剛剛已經有車友圍過來 問我怎麼會選到這麼好看的顏色 車不是我的 但是裡面超熱血的 明蝦 然後剛剛現場還有生蠔 還有醃製蝦 流口水了 哇 有滿滿的龍蝦耶 今天我們沒有要off road 我們要過生活 你看蛋糕準備好了喔 75週年 大家慶祝一下 為了參加跟車友錄影啊 這個是熬夜 熊貓眼 亨利一食品出來的 還有什麼 滿滿的好料好看 不要碰到酒 未滿18歲的請霧影酒 但是食物一定要拍 今天晚上我們的一陣廚房 海哥我們今天吃什麼 飛魚吃兩海大蝦 太大了 比你的臉還大耶 多少東西啊 這個 60片肋排 60片肋排 然後香腸有一大巴巴 然後魚有一百多隻 一百多隻 對 那蝦子有四隻 飛魚 飛魚一百多隻 然後下面這些滿滿的地瓜 滿上烤的 讓大家當小鱗嘴 滿足一下 光是準備食材的話 多久時間 早上弄到現在 早上到現在 早上到現在 還沒 我這個肉排都還沒吃 今天就是我們TLRC的75週年慶 全世界都在慶祝 對 TLRC就是 鐵雄 臉小的 哪一隻小的 我告訴你 TLRC TLRC 等一下你不要走 TLRC 那空環節有訣竅 剛剛有海哥有講 我們只要一層就好 一層 堆兩層就不爽 所以你看 這邊在Standby 那邊已經在洗傷了嗎 就是大家慢慢吃 然後等一下 那個 Party的時候 對 場夜慢慢 他們是要搞到什麼時候 昨天就在場夜慢慢的 今天到明天 就是慶祝和大家 開開心心在一起 嗨 各位跨界小銀家們 看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銀家吧 好看